中国央行再次下调利率25个基点 年内第六次降息之后 汇丰银行的福利福列德里克评论到 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再次踩下经济加速的油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一周总结 今天与我联系的嘉宾是 HIS银行全球经济和金融咨询师布莱恩·劳森 布莱恩 中国央行不仅下调了基准利率 同时也调低了存款储蓄金比率 看起来该国政府决定再给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 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稳定下来呢 我们所看到的是政府机构 对周期内的经济恶化趋势变动的典型反应 很显然他们在竭力地避免中国经济的硬着陆 今年期间中国经济减速一直是持续发生 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 很有可能会变得更为糟糕 我们看到由于股市的波动性加剧 投资者们受到了负面影响 而且我们看到该国的经济行业 尤其是重工业领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经济放缓 比如以历史数据为标准 我们看到第三季度 中国该行业年率增速只有5.9% 而钢铁冶炼行业更是遭遇阵痛 预计将会在未来数年内保持下去 因此产业结构重组变得很有必要 以解决一些行业内的供需失衡情况 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都在发展中处于倒退的局面 本周我们也看到一家中国的国有企业 无法支付价值20亿人民币的债务 这也是年内第二家国有企业欠债无法偿还的情况 不过我们坚信政府的重组举措 能够最终的避免国家经济硬着陆 而在第四季度还有一些问题 来不及解决 您刚才提起一个方面就是中国降息 这也是典型的经济疲软的响应举措 总体上我们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在6.5% 而明年的增速将继续降低到6.3%左右 要恢复到2014年的经济增速水平 预计中国还要经历数年时间的调整 现在即使是官方也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 能够再恢复到之前经济周期的两位数增长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是在采取措施 避免过快的增长放缓 但是仍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待解决当中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我们看到上周四公布的住房和劳动力市场报告 没有打消最后一次在年内加息的可能 下周将会进行2015年最后一次 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议 您对加息有何看法 总体上来说 我们继续看到美联储的政策处于相当好的平衡状态之中 9月份的非农数据只创造了14万多的新增就业岗位数 低于预期 而曾表现强劲的房屋销售和房价数据 在9月份这些指标显示也出现微小的萎缩 这也是自今年2月份以来的首次下跌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认为 接下来两个月的节约报告数据将会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11月份和11月份的数据强势 那么12月份加息很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数据不如预期的话 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 加息将会发生在明年而非年底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看起来有所减弱 而上周标普评级 在看到谈判进展之后 也上调了乌克兰的信用等级 基辅当局也预期国家的未来 12个月经济前景将会稳定 2016年经济增速预计为2%左右 您对乌克兰当前经济形势有何看法 首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 标普评级机构上调信用等级的评判机制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期限内偿付债务 那么这会自动被认为是技术上的国家违约 但是对债务的重组操作会是自动的进行 这也会被及时的更新上去 这也是在技术方式上评级机构的调整 而根据这些国家的重新谈判状况来看 乌克兰在基本面上并没有实际的改善 标普的评级上调只是给已存国家债券 持有者以一些必要的技术上的建议 因此总体上来看 双方国家的谈判仍然是困难重重 实际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 比如说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在12月份底 彻底地偿清30亿美元的债务 而乌克兰没有这个能力 如数地偿还债务 俄罗斯声称将会对有关司法机构向其求助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之一 俄罗斯将会质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乌克兰救助计划的正确性 此外我们也没有看到 两国在东部地区军事冲突的缓和 近期存在的冲突风险依然很高 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改变 因此我们对于2016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并不太确信 还有乌克兰经济发展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 复苏计划道路有所偏移 未来的经济风险仍然很高 其中还包括就债务偿还的多轮谈判 这都是要考虑的很重要的方面 布莱恩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访谈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